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早前政坛消息传出 指土团党分裂成慕尤丁派和寒沙派 两大派系的斗争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消息也说 寒沙在努丁会在即将来临的党选中 挑战慕尤丁的主席职位 消息说慕尤丁及寒沙在努丁 在决定党的大方向事宜上一见相左 两人互相较劲 争夺党的主导权 而大部分党员更倾向于寒沙的领导 并相信他将带领土团党走向明确方向 因为党基层相对认为慕尤丁比较软弱 针对各种传言 当事人寒沙在努丁 昨天坚决否认土团党闹分裂 还强调自己跟慕尤丁也没有闹不合 寒沙说他依然是土团党的总秘书 慕尤丁是党主席 要是慕尤丁不喜欢他 大可以割除他总秘书的职位 但这并没有发生 同时寒沙也否认 有意要竞选党主席职位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有心人士 故意在编造故事 企图要分裂土团党 而寒沙昨天也第一次到博朗埃助选 没想到一抵达 就让他大喊头好晕啊 土团党总秘书 韩沙赛努丁 昨晚到彭亨博朗埃助选时形容 这是他第一次到博朗埃 没想到路程弯曲 让他大喊受不了 一抵达现场就找国盟 彭亨州主席赛夫丁求救 曾经担任过贸销部长的韩沙赛努丁 昨天也提到 最近国内出现的白米短缺问题 韩沙调侃说 大马自独立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 人民需要排队买米的窘境 并对团结政府喊话 说要是他们处理不了 就请下台 把机会交给国盟 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问题 不可能那么难以 你能够成为首席 你必须帮助人民 能够成为民主的问题 如果你不认为 如何能够成为民主的问题 就给我们的勞力 让我们能够成为 更好的方法 我们更好